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前方火烧车窜出了黑色浓烟 轿车停在路旁 乘了一堂火球 消防队员拉水性灌旧 但火是猛烈 车子被烧到只剩骨架 要后侧车底还卡着一部摩托车 同样也被烧到焦黑 车祸意外发生在上午7点半 当时骑着机车的80岁老农夫 正准备到田里工作 半路上与轿车发生擦撞 人被当场撞飞 机车则被拖行50公尺 引发火烧车 地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摩托痕迹 机车骑士是80岁老农夫送医不治 警方说上午7点半 机车与汽车相撞 当时车上一名62岁阿公 载着两个分别是9岁和10岁的孙子出门 与机车发生擦撞后 引发火烧车 酒车只零 所以说是没有二绝 我们警方还在厘清当中 第一时间车上租孙三人即时逃生 但80岁老农夫在猛烈撞击之下 没了性命 车祸引发火烧车 详细事故严厌 还可以调查 前两晚边李孟张欧彭新 云林报导